舌尖上的爱达星如何做一锅味道丰富的麻辣小龙虾 爱达星拥有宇宙中最具震撼力的自然景观 草原 岛屿 雪山 海岸线 这种类似于空间折月的跨度 拓荒者从来没有把自己束缚在一张乏味的食品清单上 他们怀着对食物的理解 在不断的尝试中寻求着这文化的灵感 为了得到爱达星的馈赠 拓荒者们采集 挖掘 捕捞 滑水 穿越四季 向人们展现美味背后人和自然的故事 纳维亚 平原和高牙中拓荒者寻找着一种震撼灵魂的食物 小龙虾 为保质肉质的鲜美 拓荒者往往需要及时获取和烹饪 龙虾的精神才可以保存 清晨六点 拓荒者骑着小摩托出发 离开避难所 小心翼翼躲过异化人的袭击 才能到达小龙虾的产地 第一时间获取肉质鲜嫩的龙虾肉 需要殊死缠斗 呃 很显然 在人与自然的搏斗中 自然展的上方 不过没关系 拓荒者决定将晚餐换成蘑菇宝 刚在星岛周围 拓荒者就遇见了蘑菇人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 为了可持续性劫责而渝 拓荒者贯彻抓小放大的原则 这是祖先传承的古老智慧 劣质乱顿 就在这样的智慧中 隐喻而上 拖着伤痛身体的拓荒者 经过招锅 跟锅吵架 跟锅和解 选择食材的过程 最后点击确定 一个最普通的劣质乱顿就成行了 像这样的劣质乱顿 拓荒者一次能吃十个 吃了十个劣质乱顿的拓荒者 开始复盘今日与大自然的搏斗 也在脑中构筑起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记载了麻辣小龙虾的紧致肉质 相信再过一百年 拓荒者一定能够拿到龙虾出来 制作出和尚美味的麻辣小龙虾